廢除監察院讨论再起 立法院国民党团 民众党团 近日主张废除監察院 民进党立委也提出 废考监两院修宪案 对此監察院长陈菊今天说 他对三权分立的理想 从来没有改变 只要立法院透过修宪程序 来废除監察院 他会全力支持并且尊重 我们对三权分立的理想 从来没有改变 充满期待 只要立法院透过修宪的程序 来废除監察院 我全力支持尊重 废除監察院的讨论在成为话题 民进党有30名立委提案废除 国民党立委更提出四项倡议 废院不废权先冻结再废 身为監察院长的陈菊这么回应 委缓大法官的解释632条 除非他们视现华为无误 不尊重宪政程序 虽然支持立院修宪费監察院 但兰英提出的倡议 全局直呼违宪 现在有立委打算冻结監察院预算 因为根据预算书 以今年度的预算为例 監察院一整年 岁出超过10亿5000万元 其中官员事费至少7.6亿元 除此之外 每位监委包括院长 副院长29元 还配有2000cc的座车 也让兰英再批成局 支持废院还当院长 这实际上最荒谬 最荒谬 最荒谬的一件事 就是一个主张 废除监察院的人 去当了监察院院长 把监察院的宪费职职能 全部废光光 还进化成东厂院 但是薪水领得很开心 好 我们不冻结监察院预算 那就删了监察院预算 手段其实就只有一个 透过修宪的一个程序 否则全部都是违宪 费监院是三党共事 但如何费监 又有不同看法 而第六届监委任期就到2026年 蓝绿白都还有讨论的空间 接下来黄晴铃铃 从未谈到过斗